大家父亲节快乐 大家父亲节快乐 我记得去年有一些弟兄们跟我反映 我记得去年有一弟兄向我反映 他说我们父亲节不但没有礼物 他说我们父亲节不但没有礼物 还要宣誓 还要宣誓 就是还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说还要做些事情 有些人说父亲节是父亲节 有些人就说父亲节就是父亲节 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有这种感觉 我们要付很多的东西 我们要付很多的东西 付清生活费 付清所有的生活费 付清学费 又要付清学费 电话费 还有电话费 最后剩下的还要上脚 剩下的还要上脚 这个是不是有些父亲会觉得说 哎呀 为什么会这样子 会不会有些爸爸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那我觉得就像刚才牧师所讲的 我觉得就好像刚才牧师所讲的 其实当一个人的爱越大的时候 其实当一个人的爱越大的时候 他就越容易付出 他就越容易付出 当我们对小孩的爱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开心心地来陪伴他们 我们就可以很开心地陪伴他们 所以在我们的爱的情况下 所以在我们的爱的情况下 不管我们付出了多少 不管我们付出多少 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一个爱能够给一个人极大的动力 他让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去付出 他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去付出 不但去付出 而且是开开心心地去付出 不单只付出 而且是很开心地付出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开心地付出呢 那为什么会是可以这么开心地付出呢 因为你被打劫了 因为你被打劫了 你被爱打劫了 你被爱打劫了 你被爱打劫的时候呢 你的整个的生命就愿意献给他 你整个生命就愿意献给他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跟父亲节有关系 那么也跟传父母有关系的信心 也都是跟全福音是有关的 那大家应该记得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这方面的题目 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题目 三无二纪三十三 三无二纪上三十三 三无二纪的三十章 关于我们各个方面的属灵的方面 关于每一个属灵的方面 我们怎样把他们给夺回来 我们怎样将他们夺回来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恢复恒切的祷告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恢复恒切的祷告 真诚的团契 还有真诚的团契 属灵的敬拜 属灵的敬拜 那我们还剩下活泼的话语 以及福音的传言还没讲 那么今天呢 会跟大家分享福音的传言 那么父亲节跟福音的传言 你在那里会看到父亲的哭泣 父亲为什么会哭泣 父亲为什么会哭泣呢 因为他的孩子遭受到伤害 因为他的孩子遭受到伤害 所以父亲他才会哭泣 所以父亲才会哭泣 对一个爱孩子的父亲来讲 对一个爱孩子的父亲来讲 对一个爱家庭的父亲来讲 对一个爱家庭的父亲来讲 他的孩子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他的孩子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他的妻子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他的妻子的事情也是他的事情 他的孩子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 那么我自己非常清楚地记得 就是在我自己小的时候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我的爱 我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我的爱 我觉着说母爱呢 母亲的爱呢 母亲的爱呢 她常常是温柔并且敞开的 她常常都是很温柔和很打开的 但是父亲的爱呢 但是父亲的爱呢 她常常是沉默并且不断地付出 常常都是很沉默 而且是不断地付出的 我的爸爸是属于一个不太说话的人 我爸爸是属于一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 但是他能够让我感受到 但是他能够让我感受得到 在我从小到大 在我从小到大 他一直默默地来照顾我的生活 他一直默默地来为这个家庭付出 也都是默默为这个家庭付出 我也知道当我伤心的时候 他也会伤心 在他的身上 我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爱 在他身上 我可以很深地感受得到父亲的爱 这个爱不需要讲出来 这个爱呢 也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这个爱无时不刻 不在你的身旁 这个爱是无时无刻都在你身边的 那么这样的爱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的 也是每一个人所珍惜的 也都是每一个人都是珍惜的 而在《三母纪上三十章》里面 当他打仗的时候呢 他的地方已经完全被敌人给攻占了 他所住的地方呢 完全被敌人攻占了 房屋被烧毁了 并且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都被掠去了 那些孩子和妻子都被掠走了 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一群父亲的哭泣 在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一群父亲的哭泣 当他看到他们的孩子都没的时候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没了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就放声大哭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放声大哭 一直哭到一个地步 就是连力气都没有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段新闻 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湖南人 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湖南人 他姓谭 大家都叫他谭爸爸 他生了一个孩子 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突然慢慢发现这个孩子皮肤有点问题 慢慢就发现他皮肤有点问题 其实这个孩子的皮肤慢慢变得越来越硬了 然后皮肤慢慢变得越来越硬了 刚开始是水肿 然后水肿 后来就变硬了 然后又变硬了 变硬了像轮胎一样 那么硬 好像轮胎一样那么硬 硬到好像车胎一样 但是这个父亲呢 但这个父亲呢 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孩子 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孩子 他并没有说我的孩子这样子我就不要了 他也没有说我的孩子这样子我不要了 他为了医治他的孩子 他为了医治他的孩子 他到处去寻找有任何的药物 可以改善他的孩子 他周围去找一些药物 希望可以医到他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的病严重到一个地步 当他的皮肤外面越来越硬的时候呢 当他皮肤越来越硬的时候呢 他就会影响到他内部的肾脏 就开始影响他内部的器官 并且最后会导致他的死亡 可能有机会去到死亡的 而这个父亲呢 有许多的医生劝他说 就有很多医生都劝他 你这个孩子已经没什么可救了 你的孩子其实已经没得救了 不需要再花太多的钱了 不需要再花太多钱了 你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你都没有那么多钱 因为他为了治他的孩子 他已经欠下了十万块人民币 因为他其实因为要医治 就欠了人家十万块了 甚至他的女儿都没有钱去读书 甚至他的女儿都没有钱读书 这个孩子就算被养活了 这个孩子也是畸形了 就算这个孩子被养活了 他也是一个是畸形的 是畸形的 因为他现在呢 他六岁了 但是他只是像两三岁的孩子 因为他现在其实虽然六岁 但好像两三岁那样 那么这个父亲在接受到采访的时候 有一次这个父亲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的话 他就说了这样的话 他一边在哭一边在说 他就只怪我自己没有用 他说只是怪我自己没用 赚不到钱给孩子治疗 这个就是父亲的哭泣 这个就是父亲的哭泣 当他看到他的孩子痛苦的时候 他自己内心也是极其的痛苦 他自己内心也是很痛苦 他恨不得生病的那一个人 就是他自己 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甘心情愿的来付出 甚至这个付出在我们看来 都是没有什么好的果效 甚至这个付出 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果效 但是对这个父亲来的 只要有一点点的希望 他都要去医治这个孩子 但对于这个父亲来说 只要有少少希望 他都愿意去付出 所以大卫也是这样子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大卫他们哭到没有力气的时候 所以当大卫这里看到 当他们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们求问耶和华 他们说我的孩子被掳取了 他们说我们的孩子被掳取了 我们的家人被掳取了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是否追得上 我是否可以追上呢 我能不能把他们给救回来 我能不能够将他们救回来呢 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追得上 可以救的回来 而在那个时刻 我们知道大卫就带着他的六百个人 去追赶那个敌人 我们知道大卫是带着这二百个人 去追赶敌人 那么他们追的路程有多远呢 那么他们追的路程有多远呢 你知道从亚福那边 就是那个红色箭头最上面的图片 我们知道从这个叫阿弗这个地方 这个是原来大卫要打仗的地方 这个是原来大卫要打仗的地方 那么往一个圈线来到喜格拉 就中间那个地方 一直到来就去到这个洗格拉 这个地方 总共呢至少需要一百公里 总共也是有一百公里的 这一百公里的这个是山路来的 这个一百公里其实是山路来的 不是我们开车平常那样的高速公路 不是我们开车这样有高速公路 而且他们身上是要带着很多的武器和粮食的 但他们从那个地方回到喜格拉 他们住的地方的时候 当他们去到那个地方 叫洗格拉的地方 要住的地方 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孩子被掠走了 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孩子被掠走了 所以他们就往下面的这个箭头 这个地方去跑 然后就再继续向着下面的箭头 追了三十公里左右 大概是追到三十公里的时候 圣经就记载说有两百个人疲乏了 圣经就记载有二百个人很累了 不能过比索西了 不能够过这个叫比索西 这个疲乏不是一般的疲乏 这个疲乏不是一般的疲乏 这个疲乏是疲乏到一个地步 他们连走都走不动的地步了 这个疲乏其实已经是说他们走都走不动了 因为他们的孩子被掠去了 他们怎么可能就动不动就放弃了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了 除非他们实在跑不动了 那么其余四百人跟着大卫继续过这个溪继续追 就追了十五公里左右时间 追了大概十五公里了 大家要记得他们不是穿这条短裤在那边跑的 他们是拿着兵器 拿着带着粮食来跑的 他们是拿着兵器 又拿着粮食去跑的 终于他们追到了亚马利人所在的地方 最终他们追到亚马利人所住的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圣经说他们把他们亚马利人所裸去了 他们把亚马利人所努力的东西 不管大小儿女 财物大位都夺回来的 财物大位全部都夺回来 圣经特别记载一件事情 圣经特别记载这件事情 他说没有失落一个 他说没有失落过一个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失落 一个都不能失落 不管是一百只羊 没了一只 十个银钱少了一个 十个银钱少了一个 两个孩子没了一个 在上帝的心中 他都不会放弃 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失落 所以圣经记得神愿意万人得救 所以圣经说愿意万人都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不愿意一人沉沦 因为每一个人 他都是他的孩子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 都是他所创造的 都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圣经特别地记载 当大位追的时候 所以圣经是特别记载 当大位追的时候 最后是没有失落一个 圣经在我们的主耶稣 要出来传道的时候 圣经是记载我们主耶稣 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要让被鲁的得释放 要叫瞎眼的得看见 要叫那些受压制的 能够得到自由 为什么 因为他来到世上 是代表天父的心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 是代表天父的心 天父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 离开他的家 天父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 离开他的家 天父不希望任何一个他的孩子 被挪到这个世界去 天父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 被挪到这个世上 天父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 将来要下地狱 天父更加不希望 任何一个孩子落地狱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的心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虽然不好 但是我们却知道 拿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 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 岂不把更好的东西 给他的孩子吗 你想一想看 你对你的孩子的爱有多深 你想一想 你对你的孩子的爱有多深 天父对你的爱就有多深 天父对你的爱就有多深 那天父更大的爱 是彰显在那些 还没有回家的浪子身上 还没有回家的浪子身上 所以你今天不要觉得我在教会里面 我很软弱 或者有来聚会 或者是有来聚会 没有来聚会 或者你都不爱读圣经 或者你不喜欢读圣经 然后天父就不喜欢你 不是的 天父更加的爱你 天父是更加爱你 但是他的爱不是说 你越不读圣经 我越爱你 但是并不是说 你越不读圣经 天父就越爱你 而是说天父爱你 他多么的渴望 你能够甘强 请他去读圣经 其实天父是爱你 希望你更加是 刚强起来 喜欢读圣经 而是天父爱你 希望你的整个的生命 变得更加的美好 而是天父爱你 希望你的生命 变得更加美好 而是天父爱你 希望你能够 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他 天父爱你是希望你 更加多的时间 跟他亲近 就好像我们的孩子 生病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的孩子 生病的时候 我有两个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有些时候 有一个人会生病 有时候会有一个 会生病的 我就会把更多的爱给他 我就会将更多的爱给他 更多的时间来 特别的照顾他 那么多时间照顾他 那不是他越生病 我就越爱他 其实又不是说 他越是病 我就越爱他 然后他就常常生病 然后他就常常病了 是说因为他的软弱 所以我去爱他 因为是他的软弱 所以我爱他 所以今天天父在教会里面 对弟兄姐妹们的爱 他是爱那些乱络的人 所以今天天父对大英姊妹的爱 他的爱是爱你 软弱的大英姊妹 他说我传福音给那些平权的人 他说我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 所以今天所有远离天父的人 所以今天所有远离天父的人 你是否看到天父对你的爱 你是否看到天父对你的爱 他不是来责备你 他不是来责备你 好像对那个浪子一样 好像对一个浪子一样 浪子觉得说父亲可能会责备他 浪子可能会觉得父亲会责备他 这是人类的爱 但是天父的爱不是那样子的 但是天父的爱不是这样的 他是去帮助浪子 他是去帮助浪子 他去援抱这个浪子 他去拥抱这个浪子 他祈祷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到释放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来到教会 特别是你感到自己软弱 你感到你在犯罪 你感到你的生命被捆绑 你感到你的生命被捆绑 我要告诉你天父他何等的爱你 我告诉你天父是何等的爱你 他想要释放你 他想要释放你 他想要让你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 他想你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 所以天父他就让大卫的孩子 所以天父就让大卫的孩子 天父跟他们说你们可以追得回来 天父就跟他们说你可以追得回来 不但追得回来而且一个都不会少 不单只追得回来而且一个都没有事后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当大卫把敌人给追杀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当大卫是去被敌人追杀的时候 那么大卫还抢了很多的东西回来 其实大卫已经是抢了很多东西回来 他抢了很多东西回来 他抢了很多东西回来 有一群人就在那边说 有一群人就在那边说 他说那其余的两百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打仗了 他说有其余的二百人没有跟我们去打仗 我们只要把他们的孩子跟他老婆还给他们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把他的孩子和太太还给他就行了 至于财物了 那至于那些财物呢 我们不能够分给他们 我们不能够分给他 那大卫怎么回答呢 那大卫怎么回答呢 他说弟兄们 他说弟兄们 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 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 不可不分给他们 不可以不分给他们 不但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接下来还讲大卫还送礼物给周围很多的城市里面的人 也都记载到大卫将很多礼物送给附近的城市的人 我数了一下大卫送了十四个城市的人 我数过了 大卫送了礼物给十四个城市的人 而这些城市他们是没有参与到战争里面去的 而这些城市的人其实没有参与是打仗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而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另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他不仅是把他的孩子们给夺回来 大卫不单止将那些孩子夺回来 而且大卫是想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 共享这个丰盛的这个礼物 而他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 去分享这些德性的礼物 他们是得胜的 他们是得胜的 但是大卫要把这个得胜的好消息 跟所有人分享 就是因为大卫很想将这个得胜的礼物 去跟所有人分享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能够看到三样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看到有三样的东西 第一个阶段是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被挪去了 第一样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被劳略 他们不能够享受天父的爱 他们不能够享受天父的爱 他们受到草底的虐待 他们受到这些仇敌的虐待 受到他们的折磨 也受到折磨 他们受到非人的待遇 但是有一群人 但是有一帮人 他看到他们被挪 他看到他们被挪 他就靠着上帝的力量 他就靠着上帝的力量 他就去追赶那些仇敌 然后呢第二个阶段 然后第二个阶段 就是他追上了 就是他追上了 把他这些孩子跟妻子 这些被挪的人 给拯救过来 也都拯救了 拯救过来 让他们的生命 拯救了之后就让他们的生命 不再做奴隶 不再活在死亡 也都不再活在死亡 疾病和疾病 和痛苦的阴影下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是这一群人 他们不但是保证 他们的生命得到保证 他们还帮来的所有的那些东西 跟这些人共享 他们更加将一些老回来的东西 和其他人去分享 让他们能够得享 这个丰盛的言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世界上 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 在这个世上 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耶稣基督看到 有一些人他们被掳了 耶稣基督就从天上来到地上 耶稣基督就从天上来到地上 祂把我们从罪恶 和从撒旦的手中 给拯救过来 祂把我们从罪恶 和撒旦的手上拯救回来 不但如此 祂还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不单止这样 祂都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还有天堂的福气 还有天堂的福气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天父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圣经在耶利米书第三章里面 特别讲到天父的心 圣经在耶利米书第三章里面 特别讲到天父的心 我们知道耶利米书流泪的宣知 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他常常为以色列的哀哭 他常常为以色列的哀哭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天父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天父 他们也得不到天父的保护 他们也得不到天父的保护 并且他们遭受了许多的痛苦 而且他们也遭受了很多的痛苦 在耶利米书第三章里面 有特别的讲到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话 在耶利米书第三章里面 特别是有讲到天父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说话 他说你去向北方宣告说 他说你去北方宣告说 耶和华说 背道的以色列人 回来吧 我并不露目看你们 因为我是慈爱的 在同一章之后 耶和华又再说 背道的儿女 回来吧 在同一章里面又再一次的说 你这背道的儿女 回来吧 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天父的心是说 你们回来吧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天父的心就是说 你要回来吧 他对我们教会里面的 那些远离天父的人说 你们回来吧 我们对教会这些 所有违背了天父的身的孩子 说回来吧 他对教会外面 还没有回到天父怀抱的人说 你们回来吧 他对教会以外 还没有回到天父的身的 外面的人说 你回来吧 你知道天父他的感情 以及他对我们的爱 你知不知道天父 他对我们的感情和爱呢 是胜过我们世上的父母 对孩子的爱 是胜过我们 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确信 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确信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当大卫那群人 他们在那边 为了他们的孩子和家人 在哭泣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想想 当这一帮人 为了他的妻子孩子被老 而哭一个情况 当我们的天父看到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 他的孩子 漂流在外面 而我们的天父 看到这么多的孩子 还在外面漂流 他的心 岂不是更加的哭泣吗 他的心 其实是更加的哭泣的 但是有谁能够明白 天父的心呢 但是又有哪一个 会明白天父的心呢 我们的天父 很多时候 他的心 是孤独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天父的心 是很孤独的 我们天父的心 是孤独的 我们天父的心 是孤独的 你有没有感受到 他的内心里面的孤独呢 你有没有感受得到 他内心的孤独呢 为什么他会孤独呢 那为什么他会孤独呢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理解 天父的孤独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都理解不了天父的孤独 我们也不能够理解 天父会为了我们 被掳 就哭泣吗 那些人没有回家 天父会哭泣吗 那些人没有回家 天父又会哭泣吗 天父有那么多的孩子 天父有那么多孩子 他怎么会哭泣呢 他怎么会哭泣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的爱越大的时候 其实呢 他就越容易受伤 其实呢 他越容易受伤 如果我不爱我的孩子 如果我不爱我的孩子 我如果有十个孩子 我如果有十个孩子 十个都没了 我都不会在乎 十个都没了 我都不会在乎 因为我不爱他们 因为我都不爱他们 你家历史上 有最残忍的一个君王 你知不知道历史上 有一个最残忍的君王 就是要杀耶稣的希腊王 就是要杀耶稣的希腊王 在历史上的记载里面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在圣经里面记载 有一句话这样说的 当希腊王的孩子 还不能当他的家的猪 当希腊王 是当一个 做他的儿子 做他的儿子 还不能做他家的猪 不如做他家的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肯定怕 他的儿子 来窜他的胃 因为他很怕 他的孩子 要夺他的胃 他亲手把他儿子 给杀死 他就亲手 把他的孩子杀死 因为他根本不爱他的孩子 但是什么叫做孤独呢 但是什么叫孤独呢 孤独的意思就是 我对我的孩子 有极大的爱 孤独就是 我对我的孩子 有很大的爱 这个爱越大了 而这个爱越大了 我又不能够 发表出来的时候了 我又不能够 发表出来的时候了 这个就成为一种孤独了 这个就成为一个孤独 暗恋人 都有经历过这种孤独 你爱一个人 你又发表不出来 又不能够说出来 你感到你很孤独 虽然你有很多的朋友 虽然你有很多朋友 但是我爱的人 不懂我的爱 但是我爱的人 又不明白我 我就是孤独 那我就会孤独 所以天父的爱 会导致他有一种孤独 所以天父的爱 又导致他有这样的孤独 这个孤独会让他希望 他的孩子们 全部都回来 而他孤独 也都是希望 他的孩子全部都回来 他希望所有的孩子 一个都不能少 回到他的家里面去 他希望所有的孩子 一个都不能少 而回到你 爱越大 孤独越大 爱越大 孤独就会越大 爱越大 痛苦越大 爱越大 痛苦越大 爱越大 伤心越大 爱越大 伤心越大 如果我不爱我的孩子 他离开我十年 我都不会去想他 如果我不爱我的孩子 其实他就算离开十年 我都不会挂住他 但是如果我不爱我的孩子 他离开一天 我可能都觉得我的孩子 今天怎么没有在我的身边 但是如果我爱我的孩子 就算他离开一天 我都会在这里 为什么他离开我身边 所以我们看到 天父的心在那边 呼唤着说 我的孩子 回来吧 所以我们看到 天父的心 其实他在那里呼唤 就是说 你孩子 回来吧 我的孩子 你为什么 有时间看Facebook 却没有时间来祷告呢 他会说 孩子 为什么你有时间 去看Facebook 而没有时间 看圣经呢 为什么你有时间 去追那些剧泡沫剧 你却没有时间 来亲近我呢 为什么你有时间 去追剧摘 而没有时间 去亲近我呢 为什么你有时间 去赚钱 你一天可以 一周可以做七天帮 你却没有时间 来聚会呢 为什么你有时间 去赚钱 甚至一个星期 你都翻足公园 没有时间亲近我呢 为什么你可以 跟你的朋友 熬夜 聊到天亮 却不能够跟我 多聊十分钟的话呢 为什么你可以 跟朋友 可以挨夜 通宵都没有 拿不到十分钟 来跟我亲近呢 所以我说 我们的天父 他是孤独的 所以我说 我们的天父 是孤独的 并不是因为 他天上 有千万的天使在 他就不觉得孤独 并不是说 他在天上 有很多的天使 一齐 他就不孤独 而是说 他失去了你 他觉得孤独 而是他因为 失去了你 所以他觉得孤独 他一想起你 他内心里面 就有孤独 他一想起你 他的内心 就会很孤独 而这个就是 天父的爱 而这个就是 天父的爱 但是我们有谁 能够明白 天父的爱呢 但是我们有哪个 能够明白 天父的爱呢 我们如果明白 天父的爱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 明白天父的爱 我们今天 就需要有一个回应 就是我们自己 要回到天父的身边 你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回到天父的身边 如果你明白得到 天父的痛苦的时候 你就由现在开始 回到天父的身边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要把金钱赏给世人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并不是要将一些金钱 来给大家 他是要与我们同在 他是要与我们同在 什么叫做与你同在 什么叫做与你同在 就是他要跟你交往 就是他跟你交往 他要跟你交谈 他要跟你交谈 他要陪你同行 他要陪你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明白 天父的孤独 如果我们明白 天父的孤独 我们就会 回到天父的面前 那么我们就会 回到天父的面前 第二个 如果我们明白 天父的孤独 第二个 如果我们明白 天父的孤独 明白他的爱的痛苦 明白得到 他爱的痛苦 我们就会传福音 就好像大卫 他的孩子被掳的时候 就好像大卫 他的孩子被掳掳的时候 拼了命 都要把他的孩子 救回来 拼了命 都要把孩子救回来 今天我们这一群人 已经在天堂 而今天我们这一群人 已经是可以在天堂 我们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 我们已经在神的家里 但是有许许多多 天父的孩子 还是被掳的 但是有很多 很多天父的孩子 是被掳掳的 许许多多天父的孩子 在外面 得不到上帝的爱 他们的生命没有盼望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 他们的人生被罪恶所捆绑 他们被魔鬼所欺骗 他们的结局 就有可能就是地狱 他们的结局 可能是地狱 天父的心 是不希望这些人不回来的 天父的心 其实是不希望这些人 是不能回来的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我们要将他们带回家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视频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讲的是一对夫妇 这个视频是讲关于一对的夫妇 他的孩子没了 被人绑走了 被人绑戴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寻找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个也是天父的心 天父的心 要寻找我们 让我们回家 让我们回家 一个也不能收 一个都不是有事 怎么想怎么少一个人呢 怎么能少一个人呢 少一个 他为了选择 他为了去捡漏的行囊 他在周围 三转二十三个省市 行程一万七千多公里 张贴三万一份起事 是 好 炸蟹 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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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时间 无数次濒临绝望 无数次想互放弃 但是 当看到那些渴望回家的眼神 让他有怀抱希望 再次上路 拜拜 七年时间 这位父亲解救了二十六个孩子 帮助二十一个家庭团队 和他的孩子 至今下落过了 这条路 原来能梦闻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跟我们说 耶稣跟我们这样说 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散的人 今天在外面有许许多多被虏的人 他们在外面 他们还没有回到天父的家里面 他们在外面 还没有回到天父的家 但是我们已经回到了天父的家 但是我们已经回到了天父的家 我们明白天父的心吗 我们能不能够明白天父的心吗 耶稣说我来 耶稣说我来 就是为了要寻找那失散的人 就是为了要寻找那些失散的人 就像那个父亲一样 就好像那个父亲一样 他的孩子被掳走的时候 他的孩子被掳走的时候 被人放自己绑走的时候 被一些拐子佬拐走之后 他没有放弃对他孩子的寻找 他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寻找 他放下他的工作 他放下他的工作 他露宿街头 他站在街的中央 他站在街中 好像一个傻子一样贴着橱片 好像个傻佬一样贴着一些字条 他要寻找他的孩子 他要去寻找他的孩子 他什么都不顾 他什么都不顾 这是人对孩子的爱 这是人对孩子的爱 但是天父的爱更大 但是天父的爱是更加大 因为天父为了寻找我们 因为天父为了寻找我们 他竟然连独生的儿子都不要了 他竟然连独生的儿子 他竟然让他的儿子 33年半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竟然让他自己的孩子 在地上33年的时间 连枕头都没有 他竟然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了来寻找我们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竟然是让耶稣基督 为了寻找我们 被钉上十字架 你今天看到耶稣的爱了吗 你今天看到耶稣的爱了吗 你看到天父的爱了吗 你看到天父的爱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时候不多了 时候不多了 我们要出来传福音啊 我们要出来传福音 我们的主快要来了 我们的主也都很快来 你的周围还有很多人 你的周围很多人 他们还没有回到天父的家 你的家人 可能你的孩子 他还没有回到天父的家 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 可能他还没有回到天父的家 今天天父来邀请你 你愿不愿意 去闯扬神的福音 你愿不愿意去传扬主的福音 把那些被鲁的人带回来 把那些被鲁的人带回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不愿意 另外一个方面 天父对于很多 已经很久没有祷告的人说 天父是对一些 很久没有亲近神的人说 你虽然在家里 但是你的心却远离我了 你的心离我好远好远 我想要你的心回家 我想你的心回家 你愿不愿意回家呢 你愿不愿意回家呢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你把你的忧伤 你把你的忧伤 把你的难过 你的难过 把你生命的经历 还有你生命的经历 来跟我分享 来跟我分享 我的家什么都不缺 我的家什么都不缺 但我缺少我的孩子 对我的依靠 但是我就缺少我的孩子 对我的依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回家的路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回家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回家 也让外面 留弹在外面的每一个灵魂回家 也都希望留落在外面的 每一个灵魂都回家 明天是我们 当午节的福音布导会 让我们去邀请 那流失在外面的人回家 让我们去邀请一些 流失在外面的人回家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 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每一天都要为他们来祷告 不仅仅是在布导会的时候 不单止在布导会的时候 我们明白天父的心 我们明白天父的心 他是何等的渴望 他是何等的渴望 被老的孩子回家 好像大卫为了他的孩子而哭泣一样 就好像大卫为了他自己的孩子而哭泣一样 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天父 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天父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天父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天父 生日快乐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天父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美 我们是往这趟里面的身体 你绑笔是你弥烂的天堂 越是软弱 他的爱越坚强 让他背负你的宗教 让他成为你一切所需的答案 回家不再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你并没有被遗忘 让耶稣监满你的心房 在祂里面识记得你的盼望 让他安慰你 还属你的过往 回家的路 要他一路陪伴 但兄姐妹 其实作为一个爸爸 特别是中国人的爸爸 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最担心就是自己的子女 最担心就是自己的子女 是不足够 是不足够 怕他们不够爱心 怕他们不够钱 怕他们不够钱 怕他们面对事情的时候 没有能力去处理 怕他们面对事情的时候 没有能力去处理 怕他们在外面遇到不好的人 去害他们 去伤害他们 怕他们在外面遇到不好的人 会伤害他们 作为一个爸爸 是很愿意去关顾 我们的子女的每一个的部分 作为一个爸爸 是越很容易去关顾 我们孩子的每一个部分 每一次当子女走远了 每一次当孩子走远了后 有时候走得很远 我和家里联络了 有时候走得很远 没有跟家人联络了 爸爸妈妈就会在家里担心 爸爸妈妈就会在家里担心 他在外面怎么样呢 他在外面怎么样呢 他是不是安全呢 他是不是安全的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 弟兄姊妹我们的父亲 我们天上的爸爸 即使我们的父亲 我们天上的爸爸 我们地上的爸爸 都是这样 他跟我们地上的爸爸 也是这样子的 是常常去担心我们 他常常担心我们 在这个担心的过程里面 心里面很孤单 在这个伤心的过程里面 心里面很孤单 弟兄姊妹如果今天 你已经离开神很远了 如果今天你已经离开神很远了 神今天想跟你说 他仍然在担心你 神今天想跟你说 他仍然在担心你 你今天愿意回家的 你今天愿意回家的 我们天上的父亲 已经将他双手打开去拥抱你 我们天上的父亲 已经把他的双手打开来拥抱你 我们不用再记挂过去的 我们怎样远离神 我们不需要再看 我们过去是怎么远离神 我们爸爸知道 今天你愿意回家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天上的父亲知道 今天你愿意回来就足够了 妹妹如果这个是你的 我希望你能够站起身 作一个的讨告去回应 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你 我想邀请你站起来做一个祷告 同我们的父神说 我今天要回家了 同父神说我今天要回来 今天作出最后一个的呼召 我也今天作出这样的一个呼召 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这个视频里面 这位的爸爸吗 弟兄姊妹你想要成为 那视频里面的那个爸爸吗 因为他的努力 因为他的付出 因为他的努力 因为他的付出 他成为很多人的爸爸 他成为很多人的爸爸 因为他的无私的爱 因为他的无私的爱 他可以帮助很多个小朋友 和他家人重圆 帮助许多的小朋友 和屋里的人重圆 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这个爸爸呢 弟兄姊妹们你愿意成为这个爸爸呢 你愿意因为你的付出 你愿意因为你的付出 以至于许多失丧的孩子 能够找到他们天上的爸爸呢 以至于许多失丧的孩子 能够找到他们天上的父亲呢 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 做一个这样的决志 这样的祷告 你请我们心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决志 这样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在你里面我一样都不缺乏 在你里面我一样都不缺乏 享受你的带领 享受你的祝福 主啊我感谢你 感谢你一路担心我的需要 感谢你一路担心我是不是有缺乏 感谢你一路担心我的需要 担心我的缺乏 也都感谢你一路的供应 也都感谢你一路的供应 在另一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 主啊求求你帮助我 主啊求求你帮助我 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 不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 也都见到外面很多流离失丧的孩子 也都见到外面许多流离失丧的孩子 他们很需要你的救恩 他们很需要你的救恩 他们很需要你的帮助 他们很需要你的帮助 他们都好像我今天一样很需要再一次的回家 他们都好像我今天一样都很需要再次的回家 求求你让我感受得到你里面的伤痛 去激发我的爱心 去向这些还没有天上爸爸的人 带他们回家 求求你帮助我这样去做 求求你帮助我这样去做 也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帮你 谢谢 让我们一起起念 去领受从神以来给我们的祝福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愿神这一份无私的大爱 愿神这份无私的爱 愿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能力 都与我们一起 都与我们一起 从今直到永远 从今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今日的聚会在这里结束 今天就会到此结束 如果你想留下去 继续向神祷告的 我邀请你可以留下 如果你想留下来 继续向神祷告 你可以继续留下来 如果你刚才做了个决定 你要今天要回家 回到神的身边 如果你刚才做了个决定 你今天要回到神的身边 请你来到台前 我和民生传道都好 愿意为你去祷告 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跟阿海传道都很愿意为你祷告 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静静离开 享用茶点 已经足够了 可以静静离开 旁边有茶点 想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不管你离走了多远 不管你感觉多累 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夜 犹豫的心 寻找投靠的地方 寂寞的路途 放不下的肝脏 我在黑暗的角落 我在抉择的路口 你的眼神中 又藏不住了忧伤 神的旁边 是你避难的天堂 月是酸弱 他的爱也坚强 让他背负你的重担 让他成为你一切所需的答案 回家不再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你并没有被遗忘 让耶稣 填满你的心房 在他里面 是记得你的盼望 让他安慰你 宽恕你的过往 回家的路 让他一路陪伴 让他背负你的重担 让他成为你一切所需的答案 回家 回家 不再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你并没有被遗忘 让耶稿 有求蓄你的憂 福尔昌 谢谢大家